因為台灣的天氣其實沒有辦法太多層次 所以我會建議說在衣服的選擇上面 可以選擇可能色調比較活潑 但是不要太暴露的 那或者是你在配件的選擇上面 就會建議說選一些比較多層次的東西 那像這個手錶的部分 它這邊還有在做一個鏈帶的搭配 那你也可以兩個拆開來用 那我覺得像包包的選擇上 我可以肩背跟手拿的還蠻方便的 因為有時候上班的時候你可以放下文件 那下班的時候可以把它收起來 整個當作手拿包 鞋子的選擇的話 我會建議選擇叫包圖的鞋款 看起來會比較正式一點點 那上面的金屬的話 因為裝飾的關係 所以看起來沒有飾品也會稍微有一點裝飾感 那因為跟姐妹們出去的話 會比較輕鬆自在一點 我覺得會選像這樣子比較強烈印象的印花長裙 鞋子的部分可以選像這樣子稍微有點裝飾的感覺 那因為平底的設計 所以穿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配件的話我覺得因為衣服本身就比較花俏 所以我會建議說可以選一個稍微素一點的單臉的款式 這樣會蠻適合的 那像包包的話我會選像這樣子一個波士頓的感覺 它的容量蠻大的 又比較輕 背起來的話跟今天也蠻適合的 比較輕鬆的感覺 小柱還有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